我们看到这一套集中供热系统 在丹麦的大都市几乎已经达到了百分之百的普及率 但是在一些没有集中供热系统的乡下 暖气跟热水费用可就贵得吓人了 也因此有建筑业者推出了一种低能源房屋 只要加装一些设备就可以让暖气跟热水自给自足 大约可以省下九成的费用 装潢漂亮又宽敞的大房子 虽然住起来很舒服 不过一到冬天要维持它的温度 这暖气费可能要台币上万块钱跑不掉 有业者就思考研发出一种低能源房屋 首先要下功夫的是窗户 光是玻璃就用了三层 最关键的还是要有一个自给自足的能源系统 业者在屋顶加装了两种太阳能板 分别供应热水和暖气 虽然要投资的设备不便宜 不过可以省下九成的费用 慢慢回收成本 不过业者也坦诚 这一年来受到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影响 改新房子的人越来越少 让低能源房屋的推广 多少受到影响 记者邻居美流汉林丹麦哥本哈根采访报导 不过业人越来越多了 不过业人越来越多了